中央社记者廖宇阳 台北10日电受惠与手机游戏软体与企业用户整合电脑软硬体服务需求增加 资讯服务 业今年第一季营业额新台币648亿元 年增3.1% 创进5季最大增幅 也是连续第11季正成长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首季资讯服务业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租赁业营业额统计 其中资讯服务业受惠于电脑系统设计服务业 年增3.2% 创立年统计新高 表现最亮眼 资料处理及资讯供应服务业则依入口网站竞争激烈 抵消部分增幅 年增仅0.7% 租资议业第一季营业额204亿元 同样年增3.1% 运输工具设备租资议业营业额135亿元 年增8.3% 创同计新高 机械设备租资议业因为营造 农业及其他工业用途 舞台影响设备乘租需求减缓 年减5.7% 专专业技术服务业去年第四季短暂转为正程 长后再度翻黑 年减0.7% 其中摄影业因婚纱销价竞争 加上相片影像输出服务业绩衰退 年减17.5% 在专业技术服务业歌业别中衰退最严重 广告业及市场研究业因市场研究及民调业务增加 年增1.5% 专门设计服务业因营业用室内 空间 展览会场及灯视设计建案量增加 年增8.8% 抵消专业技术服务业其他业别减幅 编辑 陆倩尧10705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